突然出现这么大一个空档显得有点 准备不足 19平 第一局拼得很凶 第一局最后几分呢 看谁的运气更好一点 这球单败队打了一个 前面基本上都揭发球的时候没有用过的 推柴标反手的一个底线 柴标这球确实准备不足 只能用反手过渡 对方已经抢网了 单败队的局点 看暴衣里发球的质量 起球 先攻 这球 报应没有封找 这就是运气 20平 好球 漂亮 柴标的风啊 发挥的特别好 而且柴标刚才发球的时候呢 突然发了一个外角 也是造成蛋白队要先调起球 所以郭震东在后场有了进攻的机会 如果这一局能够赢的话呢 柴标控制前半场的成功还是在第一局里面起到了很大作用 来 看发球为例 这么关键的球 这个发财也是很肯派 这一局判过手确实没问题 应该说判的还是没问题 21 20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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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